那我可以征求你們的同意嗎 因為我的重要的朋友 當然啊 我知道啊 他要在線上 他想要線上 他說他可以加入他 附身在你身上 背後呢 因為我們這樣聽 我們兩個人會比較有 好 等一下好了 你需要腳架嗎 好啊 好啊 他可以折下來 我可以跟他打電話 我可以跟他打電話 富美好 現在我就在唐鳳的辦公室 你要開英訊 這個只有聲音 對 它只有聲音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你就放著就好 可以嗎 等一下 你可以聲音大聲一點 你就放著吧 好 你好 鄧瑋你好 我是你的粉絲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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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好 謝謝 所以那個 跟那個 在Email裡講過 我1月初的時候 曾經跟你講 那時候跟你講的是說 我什麼樣促成 而且從社會企業 那你也給我一些建議 是的 那最近又有一些新的資訊 進來 我跟富美我們在談到一個 我說我還有在基隆暖暖的社區計畫 是暖暖老屋 那這些屋子曾經在我會明白 上次也曾經提過 還有這些中間的關聯 那我們現在想 有一個計畫 我們覺得就是 我就在Email裡面寫說 是想什麼叫暖暖客廳 但是有個副標題就是 我們的記憶 我們的力量 對 那特別要凸顯 記憶這個東西 回顧記憶 特別是創重記憶這塊 不一定是 它其實 我覺得很可惜 在目前好像在一個小小的框架裡面去炒作 那我們希望它是不是成為一種 真正能夠創業創新的力量 它不一定跟那個地區一定要綁在一起 但是它的確是 我的確是從那邊的起心動念 那我們覺得這個歷史的力量 其實是非常的powerful 那特別我說我最近因為主要是跟 德國的社會創新這一塊做連接的時候 更感同身受 那我覺得旁邊雙方 從歐洲這邊跟台灣這邊 我都看到一股 心心而起的力量 對 所以我們想聽 航空也許我覺得你應該是 可以給我們很多很好的建議 所以就是說 我有看到你們的一些event 像說從一棟老五開始合家 這些部分 而且你有看到台北城市散布 是 對對對 它是一個等於 因為你們是叫一個健身活動 就是一個小旅行 應該說那一次非常驚訝 就是他們就剛好台北城市散布 本身就有一些 有一些基礎 就它怎樣挖掘台灣的事 因為我們工總也有跟城市散布 對對對 真了解 那他們來找我尤其是第一次合辦 然後算是在228連假的時候 我們做了這一趟 結果沒想到 非常迅速的 短的時間內馬上爆滿 真的 而且還有waiting list 十多人 然後我覺得最高興是 大部分來的朋友 都非常的年輕 我覺得非常非常讓我感動 只是我還要特別嚇到 那一天還來了一個跟我父親 同樣年紀 已經接近90歲的 是跟我爸爸在綠島的時候的 育友 對對 但是他非常健康 跟他的兒子 一起來 那這個非常重要 那我覺得 而且全程跟我們一起做 對對對 那給我很大的啟發就是 我後來想到說 其實我們有很多新興的力量 其實是更 我當場在導覽的過程中 就是說 這個其實是 我們活在當下的這一群朋友 對 我們未來的智業 對 我們的夢想 他並不是只是過去的事情 沒錯 那我整個把它具體的做 它是有一個未來性 它是個未來性 那所以你們是怎麼找到城市散步 其實他自己主要來找我 是嗎 很多機緣 就是魏兆婷他們這個 之前就跟我有認識 我們大概知道 我們都在處理台灣 地方的深度小旅行 那我後來就先變成 先去做德國的深度小旅行 深度共學團 那他們一直在經營台灣這一塊 那我們大概兩年前就認識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同時有三個部分 你有你的空間的這個部分 它有一個空間 對 然後你自己也會側展 就是 我覺得我展比較不是一個 是一個比較 你說側展的意思是 就是說去規劃這樣子的活動 規劃 好 就是好比像說這個 浩劫桌談 或者是 浩劫桌談都是人家邀請我 所以這些都是 那不是我的 我是被邀請的 真的 因為也對我來講 我才有辦法開拓這些領域 那天因為在中正紀念堂 對我來講意義非常非常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但是 所以題目也不是你挑的嗎 題目 因為我曾經寫過論 因為我曾經寫過文章 對啊 就是專門講那個浩劫 對啊 所以我可以把那個 我們講到這位 我再可以給你這樣發表 我說側展的意思都不是說去辦票務 我知道你意思 就是我有一群 而是說你有一群死忠的 可是我有粉絲 你有粉絲 所以你可以規劃讓粉絲有什麼體驗 也沒錯就是因為 為什麼那麼快爆滿 大概就在我的粉絲頁裡面推 所以他 但是這個基礎 我們不希望只是被動的粉絲 我們希望應該有個 參與師的部分 而且是國際性 我可以跟那個報告就是說 當天當下 裡面有幾位醫師在下面 就是來場年輕的醫師 那其中又有一群朋友 主動就跟我邀約說 所以我現在已經開始 在從暑假的時候 我們會到德國去看 轉型正義團 歷史基因團 就是他們主動來經過規劃 所以這個我非常的驚訝 那我剛剛本來要講第三個 就是國際的 就是說你現有國際的這些connection 對 那現在的我們上次談 來 聽聽一談 我記得主題其實比較是說 你怎麼樣把你在國際上的這些人脈 對 沒錯 去讓他能夠累積到在地 然後讓在地這些想要接到國際的朋友 不管是NPO圈的 或者是合作社圈的 或什麼圈的 他可以透過你去接觸到更多的資源 對 他可以引操他們 對 那因為你當時提的一個想法 是有點像是育成的這個概念 對 沒錯 對 那我們也有討論到說 育成不是只是幫忙找錢 對 更重要的是找到方向 對 就是一個mentor的一個relationship 對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些都跟你正在做的 就是最第一個那個空間的部分 我覺得是很有關的 因為如果不是這個空間 是一個因緣 對 其實新的關係比較難發展 它就會變成是現有的關係的加深跟碰到人 可是它碰到的還是就像我們說的是朋友的朋友 對 但是一個空間它的好處說它是歡迎不特定人 對 所以你完全不認識的人 對 也會因為這個空間感到 客廳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對 歡迎陌生人過來 對 原來客廳就是歡迎陌生人過來 這是對客廳 非常好的一個定義 所以意思就是說來的時候 其實你並不控制它的策展權 你也不控制它的國際連結 對 你是真的是開放性的 我們是一個開放性 但是大家都對生命故事跟歷史記憶 是有一個隱約的這樣的在基礎的連結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這個空間的招牌 就是暖暖客廳這個招牌 它的開放性要更清楚 好 開放性 對 好 就是說像舉例來講 像台北有一個古蹟叫做紫藤爐 對 那它的特色就是 每一代的人用它做不同的事情 對 它並不是說紫藤爐有一個策展理念 它大概沒有什麼策展理念 對 它的理念就是提供給當代的 最需要空間來組織的人 一個組織的可能性 對 所以我覺得你做這一類的branding 會很有好處 因為你們目前像你Facebook的那張圖 它雖然是房子 對 可是其實說真的 我看不到那個邀請性 所以我們還需要再做 對 就是說我覺得你可能要做某種 某種VI 對 某種視覺設計 對 讓大家一看就知道說 第一個就是開放性 對 然後第二個是說 它承載著這個歷史之一 但是它是往未來的 對 對 你要把這兩個訊息帶出去 好 我覺得這個是地點的部分 可能臉書已經沒辦法 粉絲頁可能需要有個真正的部落格 或是怎麼樣 或你即使就是用粉絲頁也很好 但是你要有一個Consistent的Logo Logo 那個Logo要讓人能夠一眼就能夠看到 看到 它其實它的公共性 它其實不是一個 對 就是它的公共性 對 然後在那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第二個 就是你自己作為品牌 對 就是策展品牌的部分 對 然後讓它老屋變成 對 客廳變成一個品牌 客廳本身變成品牌的話 那我覺得你的品牌跟客廳的品牌 是互相加成的 對 而比較不是說好像 你一定是跟這個連結在一起 對 這就像是說 好比像說我們還繼續拿紫桃爐當例子 就是說像周宇先生 他其實想到的時候 你想到茶文化 然後你是想到這些就是古樂啊 這些部分 對它跟那一棟屋子倒不一定有關係 因為它可以巡回全世界去做茶文化 所以你就是 就是說你的部分是Portable 你是可以動的 那老屋當然是不能動的 對 但是老屋是給別人也可以做開放嗎 你剛剛說Inviting 他在強調這種全球在地 我們的Universal Humanity 對 這一點的意義是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是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自己也需要一個品牌 對 只有兩根的品牌要互相加強 對 對對對 那就是說像 因為你目前是說 你是國際的工業創新 跟社會創新的顧問 我用這樣的方式 對這是一個title 對 那其實工業創新跟社會創新 我們現在是 就是說 我不是在criticize the title 但是通常這兩個送出的訊息 是不一樣的 是完全剛好大家是想著想的 這樣是有點 一個賺錢的一個不賺錢的 對對 也不是啦 一個是賺私利 一個是賺公利 對 都是賺錢的 對 一個是經營者發大財 一個是全民發大財 對 那再問如何 對 那像我們 我們自己這邊的branding 我們會說我們是 好比說 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Digital 對 那就是數位社會創新 對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大家想到數位 它其實有工業的數位轉換 對 的這樣子的一個好處 所以它就不會看到 Industry覺得都是製造業 對 因為我們目前在避免的 就是跟製造業過度連結 對 因為說實話 你暖暖客廳 也不可能做什麼製造業 它必定都是服務為主的 對 所以就是說你不管是叫做 好比像說就是最近當然有很多很潮的詞 好比像說什麼collaboratives 或者是這個platform cooperativism 或者是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ugmented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這些都是現在國際通用的一些名詞 對 所以我會建議說 就是說Industrial and Social 這個是比較這個訊息 有一點彼此彼此底下 其實就是用一種社會創新就好 對 Social Innovation 背後也有需要跟企業 也有產業的部分 那你如果要特別強調這個創業 那你可以說Social Entrepreneurship OK 對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你是育成者 對 所以當你說你是consultant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那想創業的人就會來找你 對 那這個時候你就在一個正確的 正確的一個概念 好 謝謝你這樣 對 所以這是你自己的品牌 國際的部分 其實我比較還沒有研究 就是你的國際連結 可以怎麼樣子去做 但是至少就是我們會有 就是我們自己這邊也會辦 好比像亞太社企高峰會 那這個的話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有空 那就來高雄一趟 我知道 不過非常臭小 這一次我知道 剛好沒空 剛好這個時候我到柏林 啊 那我今天又再寄了一封有沒有 剛好有看到 這一個組織 是同時 它非常特殊 它其實他們做的事情 我覺得他們一群可能德國的中國戰家 也是一個加速計畫 可能是一個之前在公部門 但是後來他們現在貝池在上海 貝池在柏林 很有意思 真的很有意思 然後就這個時間 剛好有這個柏林 所以你會去 我會去 那太好啦幫我們當 是是是 歡迎如果你要上法 可以來再說 說明沒有什麼DM 我可以 講說台灣的社會 對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好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其實我這時候去柏林 其實本來在12號開始 就有一群台灣對共生仔有興趣的朋友 我要去看柏林的co-housing 對 上去年有一群那個九樓的朋友 還有那個曹韻的應該在聊 那就是剛好我也搭上了這個柏林的這一場 所以我們本來就是12 13號開始在柏林看 沒想到就剛好有一個這樣 就是真的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剛剛你看到的這個 這個10號到12號這個 這個conference還是什麼 對 像event還是camp 它叫城市創者 對 其實是非常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那我 也有機會可以往這邊前進 所以你會帶多少人去 我這個團 那個團12-10號 它大概10個人到15個人之間 中間陸續開放可以看到 對啊 因為你看他們也是都在講 對 其實這個moniker跟我們剛剛講是相同的 而且他們幾個都會說中文 那裡面是中文講的那個 那非常好 就是因為跟搭了中國崛起的這一堂的訓練 養成了一批人 但是他們又在 比方說他們Base在 這是後面這個結伴單位 其實可以再去看都非常有趣 好啊 那背後的最重要還有Bosch 那個大公司大財團 背後他的Skip Home 那個他的Foundation 來支持他 好啊 那我其實沒有任何具體建議 我覺得就是保持一個Open-Minding Open-Minding 對 就讓那個地方改變你 好好好 所以謝謝 謝謝 好 我現在問一下那個富美 你有沒有什麼 我剛剛需要補充的 謝謝你們繼續看 我當然等待你 OK 好 對 那我們對這個branding 這些事情 就是我們也提到說 我覺得他不是黏著那個具體的 他肯定在金融的那個物質 對 他其實是跟著世界跑的 沒錯 那我也很高興說 去裡面的那個3月3號的小旅行 開始北深日散布裡面 會來衍生一團 就說 這麼精采的話 我們去柏林 真的到德國 再去仔細看這樣德國人 那我覺得非常感動 變成公民自動自發 對 那當然是這樣子 我也希望 我們當然台灣還有一些 比方說我的身份 我現在身份有個標籤 那個白色恐怖 受難者的第二代 那我很想 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個新的一代的起來 其實很多所謂二代三代 其實都有國際監視 也許是在美國西谷創業 然後再回來什麼 當然 我覺得他們也許想要找一個出路 這是我親自在私下跟他們接觸 也許他們不想投入的方式 只是在每年某個季節裡面 某個節慶的時候 被政府官員也許握手安慰 他們也許真的想說他們的能量 這個怎麼樣能夠轉化成為 真的是創業創新 沒錯 而且這個創業創新裡面 有個很重要就是 那我們跟其他加速器有什麼不一樣 跟育成的東西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想重點裡面 我們這一塊是特別重視 由歷史記憶帶動的創業創新 那剛好現在有個非常 我可能一年前講過 還沒有辦法有一個具體的案例 那我們的返校跟還願這些都受容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我知道返校都很確定說 他們當初的素材 絕對就是這個 就是基隆中學 是的 是的 我知道 這個基隆中學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激勵 那怎麼樣再從 以他為例的人 真的是可以做一個 不是侷限在某一種形式 好像政黨之間的衝突而已 他其實是更open mind 更走向國際 而且很快的把這個 我們普世的人性 在這塊就可以這樣 那整個過程中 讓大家也覺得 他更是一種反省的 這個我想聽聽 我想兩個嘛 一個是說返校 其實他不只是遊戲而已 他公式應該也會 弄一個電影出來 我知道遇到那個導演 沒有遇到導演 喔OK 徐漢強 徐漢強 OK 進度還好 這個大家都很期待 都有緣分嘛 他說快好了 快好了 OK 對因為我覺得 在國際上 當然就是會玩 電子遊戲的是一群人 對 可是電影跟 就是電視劇這些 他能夠觸及到的人 是更更廣 那所以如果 我們如果 其實返校 就本身就是一個 很好的平台 對 你不一定是 只有這個作品 才是返校 就好像不是只有 暖暖的客廳 才是客廳 是一樣的道理 對 因為當時確實有非常多的學校 對 是被捲進這樣子 用這樣的方式 這樣子的工作裡面 那 而且當時的受難者 很多是因為 他是有參與學校的組織 對 所以就是說我們就把 就把返校當作一個集體平台 是 我覺得這是非常work的 對 真的很好 對 那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就趁著 趁著電影的時候 去做一個國際的promotion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我也覺得說 其實 轉型正義在台灣 如果你從國際的角度來看 那大家會 最記得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CKS 就是 就是 對 對 建築物要怎麼辦 對 就是CKS的故事 然後CKS最後變怎樣 對對對 就是說 當然不只是紀念堂 紀念堂當然是大家都 我一講 你馬上就想到紀念堂 我想到還有雕像啊 還有路名啊 還有硬幣啊 還有硬幣啊 對對對 還有非常非常多 對一堆有的沒有東西 大全名稱啊 什麼之類的 對 那當然就是說 有一些地方政府 像桃園 它甚至弄了一個公園 把一大堆雕像往那邊放 對 它也變成 它也變成一種景觀 而且它喪失了那種 就是威權的概念 因為它就變成像 歷史的嘲諷 對對對 就變成好像這個 就是小孩雕像啊 什麼雕像啊 美人魚雕像啊 我有一個簡單一個 可能有點 我自己曾想過一個 我把那個 台北市南海路 對 從南海路 從另外一頭 已經開始接近中正紀念堂的 那個CKS Memory Hall 的圍牆 然後一路走走到建中 那邊 你走了十分鐘 你就到了228紀念館 對 對 所以我曾經跟我的外國朋友 那時候就忽然靈機一動 我說好 因為他們都先去 那個 那個紀念堂 然後就沿路跟著我 走到那個228國家紀念館 就是那個 這也是一種城市 這也是一個城市 然後我就說齁 我說我們台北市有一條 精神分裂大道 這是我第一次聽的 因為你在那一頭 九十分鐘之類 你兩件事情 一個歷史事件 兩種完全不同的歷史事件 那如果再走個五分鐘 走到建中的門口 那就會更加的 也是非常的嘲諷 因為那個銅像也還在 那面對的那個 面對的那個 植物園的話 那植物園上面 裡面還有一位 那個原來的那座小天壇 對 後來那個小天壇 我後來去看它的原來歷史 當初那個天壇的意思就是 我們的正統 法統的 政權的法統是在台北 什麼姚瑟宇 然後大把臺對 對 所以它其實本身這個 那個區就是充滿了這種 非常有趣的 我想那種破裂 然後反諷刺的歷史 對 所以我才講 精神分裂大道 後來我一個德國朋友 他拍攝一個攝影集 叫後悲情城市台北 這個在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看過 我有聽過我沒有看過 Post-Tenis 然後他在那個時期 那他也來過我們南島屋 拍過一些相片 但是他就把我這句話說 台北市有一條 精神分裂大道 寫在他那本攝影集的前段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給大家很深刻的印象 它其實是一個很豐富的歷史 所以我覺得今年夏天 就是可能7月左右 就是中西經銀行轉型方案出來 跟返校它的國際的那個行銷 對 我覺得這些都是蠻重要的時間點 對 所以當然第一個是說 我會建議說 你的本身的這個故事 其實跟這兩個都是非常有關係 可能會有 要有一些就是周邊的論述 或者周邊的一些活動出來 因為這個時候會是一個 有國際能見度的時候 對 所以可能不管國際的記者 或者是國際的人 都會到台灣來看這件事情 對 那所以我覺得你越能夠 跟這個兩個trend 去把它接上 你就越能夠把你的這個 客廳的概念 把它變成往未來帶 不是往過去帶 因為這個我們是一個精神分裂 癒合的一個過程 對 所以你在這個癒合過程裡面 它最後我覺得會變成很好的 我們叫暖實力了 對 對 的一個公眾外交 就像現在大家記得曼德拉的時候 記得是癒合的那個部分 對 不是他前面的那個部分 對 對 那所以同樣的我們也需要做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論述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向是非常好 而且我很願意一起做 對 好 謝謝 然後我在想 比方說 我就這一次 我這一次 之前二月的時候 我辦了一個柏林營展觀 非常小小的 但是人不多 但是才因此 我就帶回一些東西 這個 應該是這樣 那你看明鏡週刊 對 這個他可能要先拍照 對 明鏡週刊有特別的歷史專刊 所以從往到火車站旁邊的 那種聚報店就可以一手 像我就一次就買了十多本 每一本都不同主題 那以這個來看的話 你看光是霍林 他的視覺上 那我常常用這樣的做舉例 就是說他們公平教育裡面的這種 影像視覺 他引起的那種教材的豐富 其實會拓展我們的想像力 對 像這個也是 一種怎麼樣把 因為有這樣的教材 他其實給我很大的靈感 我才懂得要怎麼樣去做我的關係 對 那這個講60年代 因為 我特別講因為這個 背照著我們台灣的太陽花 世韻也是他們真正 德國人開始真正重視 對 他們真正重視歷史的 面對歷史是從60年代開始 當然 從學運 那 對 那我常常也這樣背照的 這個是德國的熟靈族的雜誌 熟靈族雜誌 而且我會講說我們熟靈族雜誌 也許在講什麼貴婦校午茶 或者是保健營養品 這個大概是我們台灣 但是你看 我那時候講說很多 這裡面當然女生也不染髮 但是也奏魂自然呈現 非常強調自在 對 所以這個也給台灣的朋友很大的啟發 但是我最重要那時候 我常常講裡面有一個 你看這位 他裡面特別報導 因為一位86歲的阿嬤 事實上他就常常去 86歲了 對 對 去噴漆 因為他抗議 這家瑞士銀行 發貸款給軍火商 有看到 那我意思說 比如說我拿這個 台灣的所謂現在開始說 86歲的報名 但是其實也說明他們能量 是 非常好 那這個也是我一個結局說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他們老去的這一代 在德國七八十歲的這一代 是走過六八的 是的 這個跟我們台灣 今天跟我父母親這一代 是走過白孔的時期的那種 那種禁術 然後你要規矩 怎麼樣的壓抑之路 沒錯 其實是有非常大的 生命領域裡面的不同 當然我們也有實名 抱歉 我們有很多 但是我們知道說這個整個 就是風範上其實也是一個 另外一個訴求 就是說在身心靈健康方面 然後特別記憶這一塊 跟如果說現在在 醫療界的朋友 就會注意失智症 沒錯 防腐這一塊 所以失智症的預防 或失智症早期 早期比較輕微症狀的時候 怎麼樣讓他療療 其實社會參與是一個非常好的 社會參與跟講故事 是的 所以這幾塊就是 一方面接到創業創新 對 一方面接到其實是 一個高齡社會裡面 怎麼樣去療癒 然後一方面也是鼓勵他們 在記憶裡面多活化 對啊 我是有講這兩塊 然後也在耕耘中 就曉得說你們有一個怎麼樣 對 因為其實 或有國際最接的話 對 就是文化部其實 最近一直在推那個 國民記憶庫 的這樣一個概念 那他的想法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說一個國家 他不是只是國史館才是記憶 對 那他反而是國家文化記憶庫 就是說任何人像最近我爸這個 每天都拿個iPad錄我阿嬤 可能八十六七歲了 講個十五分鐘 三十分鐘 他當年的故事 因為我阿嬤當時 已經寫了一個自傳 其實網路上有 所以現在就是在 為這個自傳有一個補充材料 對 那我阿嬤也是說 這個有時候也要一夜在旁邊 一夜不太多話 但是你看他的非語言反應啊等等 也可以看到說是怎麼樣癒合 因為我一夜是四川人 是空軍 那我阿嬤是鹿港人 是文開書院 所以其實很不一樣的歷史記憶啦 同一場戰爭 他們是兩個 兩方啦 對 但是就是說他們也是 在二十八之後沒有 好像不到三四年吧 就結婚了 所以其實他們的故事本身也是一個 您剛剛講的這個 不同族群去怎麼做共同想像 對 的這樣一個故事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像這樣子的東西 國史館當然不太可能去採集 但是當民間採集的時候 目前文化部就是用社區總體營造 那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任何人只要願意把它關開 數位化 用一個開放的授權 那文化部就幫忙去做這個典藏 分類收藏 去讓大家可以另外利用 這樣一個工作 所以我會建議說 你多看一些關於國家文化記憶庫的一些資料 國家文化記憶庫 對的一些資料 那其實他們裡面有一些人的工作也是在空總這邊做 對 那所以它裡面對你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你有很多免費 而且是開放授權的素材 你如果要策展的話 你直接用就好 用它好 對 用就好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當你在籌劃一些這種口述歷史 或者是一些散步請長者帶著人散步的活動的時候 你只要用一個很便宜的一個手機 你就是讓它錄下來 你就可以貢獻進國家文化記憶庫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認識到這個 你可能平常不知道的一些社群 那所以我覺得這雙項 你作為資料的產生者跟使用者 都可以透過這個來做更進一步的連結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那它也有可能部分的英語化 讓國際人士可以更加的 當然 當然 當然是這樣的 所以應該是常 接下來就有這個英語化的 是的 是的 好像Spivin Spivin 他那時候為那個Holocaust什麼之間 他也蒐集了一堆 就是那個 幸存 survival的那些記憶 對 他現在當然幾個 一個是說他會幫忙像返校一樣 去 就是當你有一個特定的測成主題 然後國際化 大家會覺得有興趣的 那這樣他就會幫忙去做 那這些其實他們包含簡報資料 這些怎麼國際接軌 所有的簡報資料提案報告 各個縣市做什麼 大概全部都在文化部 都是公開資料 所以稍微看一下 一方面你可以看附近的縣市的 那二方面的是你也可以看就是 其他不同縣市 但是你覺得做法可以參考的 其實這都很好 那你阿嬤的那些資料以後也想 對對對 我們都已經用CC授權公開在網路上 就說這是CC授權 對 所以大家都 他們可以去素材 對 然後甚至成為影像故事的一個部分 對 對 就是任意去策展 任意去策展 對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 因為像我們最近跟台史博 台史博 有一個 台史博是永康的嗎 就是台南的 有永康 對 對 他們也是 對他們很精彩 因為他們 當年就是佔領的時候的這些東西 對 現在非常多件 全部都放在台史博 對 所以他們現在也要策展 但是我覺得策展不是只是實體的 它也有一個線上策展 對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己挑 裡面的這個素材 然後講說 這些都CC的素材 對 然後什麼時候在哪裡 你想要怎麼看這個故事 對 那所以我覺得像這種 這種個人策展 我覺得就可以把不相干的人 但是他對這件事有個共同記憶 不管他當時在場內或場外 或什麼東西 他可以在事後變成一個共同 我們叫social object 就是一個社會物件 對 那所以當然不是只是3月18 而是說全面性的文化部 現在就是在鼓勵這樣子的事情 對 所以有空真的可以看一下 非常好 那我倒是也蠻驚訝 其實我們台灣有沒有好好 我們企業發展史 就是我們的整個經濟起飛 這個的一種紀錄呢 要看什麼產業嘛 對 有一些是保存的很好的 像鐵道 鐵道 對鐵道他們就是花了大力氣去保存的 對 那或者是說像我去工研院的時候 他們也有一個 專門的一個好像院士士 去講那個科技創新 就是industrial innovation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當然還可以做的 很多地方可以更好 尤其是在原住因素 或者是特定族群 對 但是這種主流的 我覺得我們目前保存的都還不錯 對 OK 那我順便問一下 那還有一個地區創生元年 地方創生 地方創生元年 這個資源跟這個資源 是不是有重疊 是的 沒有重疊 地方創生其實它是一個資料庫 對 叫做Tesas 這個你有看過嗎 對 那它的概念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 在地的產官學研社 看了這個資料庫之後 自己想出一些 能夠讓人口回流 或者是產業創生的方法 那以前都是 像我們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是12個部會 各有各的計畫 你各自要提案 地方創生是說 你只要有一個奏想書 往國發會提 那國發會幫你去找 這些部會的案子 所以就是說它在地方 是以區公所收單 在中央是以國發會 去做這個創生匯報的調配 那你就不需要再設什麼 就是每年只有幾月可以送 核銷等等這些東西 就是逐案都沒核 然後隨到隨審 所以這個是一個 公務員內部的一個 做法的調整 那另外一個 還有很重要的調整 就是說我們也讓公務員 像我可以遠距工作 那以前是少數 現在我們就是希望 就是鼓勵大家回鄉 回鄉之後透過遠距 還是工作 那你就可以把中央的 這個政策規劃 跟在地的這個 就是生態系的建構 放在同一個人身上 你就不會說 好像都覺得 中央天高皇帝元等等 所以這個就是以區公 所謂本為出發 所以你如果找地方創生 然後找這個我的名字 或者是上下有市集的話 它有一系列的一個闡述 但是其實這個最主要的是 公部門去看 Local Agenda Setting的時候 以前都是產往經濟部 然後學往教育部 或科技部 沿往這個什麼 其他的部會 可能文化部 去做這些調研 那然後這個社會部門 往可能農委會 或什麼東西 好像是各自山頭 但它沒有連起來 那地方創生現在是說 你先開一個願景會議 把大家連起來 然後我們一次幫你 去接各個部會 所以是一個管考 跟預算分配方式的革新 倒不是說 它是一支新的計畫 它不是一支新的計畫 它是一個革新 然後給裡面 那我順便再一個很具體的 就是我們現在房子 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也不曉得什麼 那個房子其實是老化的 當然 它的衰敗 必須要某一種事 應該說這幾年要趕快動工 否則它會繼續坍塌 它的上面的屋頂其實也過了 我算算它應該有100年 100年的 真的了不起 但是已經算破舊 沒有中間沒有整修 那這個整修的經費 有一種 我是希望用一個比較新的方式 當然有一些文化部 還有給老屋 你說這個嗎 對對對 這個我那個詹義中老師 有跟我講 我想要有個 就是不曉得聽到你的建議 就是我希望一個比較 比較更私人性 然後更加活躍的方式 不過這個是私人的 你還是保有產權 它是有私人 但是也要提案 然後它是一半 一半 但是還是跟那個 跟文化部 還是有點關係 當然 當然它有一些條件 就是你要可以使用 對 我的意思就是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 比方說更加的這樣的 我們的 就是我剛剛提的那個 跟國際對接這個 這個加速器的可能性裡面 可能請 比方說 我舉例 一個非常近社會企業責任的一個外商公司 對 也許它願意來做CSR 也許 然後做了以後 它在這裡可能是推廣它自己的設計美學 對 或什麼 就是說它其實會跟歷史記憶有關 比方這樣有一家 我覺得 有一家瑞士的非常有老牌的設計公司 其實它來台北開分部的時候 它居然沒有在我們的信義區 它居然選在大稻埕 就是因為它當初那個 對 我覺得 我意思說 居然有這樣的外商公司 因為它當初的想法 這兩個完全並行不備 完全可以 因為文化部 像如果你只是高度歷史價值 它其實可以補到80% 是這個嗎 對 它可以到80% 這一支最多 它是50到80 對 那但是 你剩下來的50或20 其實它並沒有讓你說 這個不能夠去找 像你講外商 因為它其實有一個 再生媒合的一個部分 對 你可以請的部分就是說 我需要一筆錢 去辦媒合說明會 或者是我去結合地方的地方創生 或者是你結合國際網絡 那你這個都是一樣 都是時報時銷 都是時報時銷 時報時銷 對 這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建議就是把這個簡章 比較詳細看 因為大家想像就是說 屋主自己為了這個屋子 他願意出一半 文化部出一半 可是這其實是過度講話這支計畫 其實不是這樣 這計畫是為了重建當地的歷史文理 對 所以它有很多媒合性質的 然後跟更多的就是 文化部跟地方政府怎麼合作的部分都有 對 OK 好 那 對對你應該是沒有壞處才對 我只是怕說 還是走的一些路線比較曲折 因為如果有個 我知道這樣新竹的話 就有老屋釋放 就是說讓私人的基金會 我知道 應該好知道 然後他應該有辦法整個大行整修 那這個有好處有壞處 有好處有壞處 對 文化部這個是很neutral 它不會跟你相公之權 對 好 我們就這樣發想 那 至於國外資源 剛剛就是我接的那個 柏林的那個event 那一種形式的 你覺得說其實是跟台灣怎麼樣 比方說我們也鼓勵透過某種方式 鼓勵台灣的創新團隊 把他帶到德國 比方向柏林 那些非常多的co-working space 對 開始出來 讓台灣的創業者 能夠看到另外一個局面 另外一個格局 跟另外一個新的能量 這一點上面 您知道就是說 有在怎麼樣形勢的 有些人已經開始基金會 或怎麼樣的推動 比方說circular economy 循環經濟啊 這一類的 私部門當然是 都已經有一些了 其實 其實像French Tech 台灣 就是專門做這件事情 帶到巴黎 他是拉巴黎 因為他自己有那個 對 French Tech不會帶到柏林 對對對 因為他有他自己的 特殊的那個 理石的脈絡 對對對 但是他現在也在轉向 就他本來是French Tech 對 可是現在是French Tech for Good 就他也往Social Innovation 這個方向走 就是為了公共利益 那其實另外 另外 對對對 就像是我們大學的 創業計畫 YouStart 現在也專門有 循環經濟 跟社會企業的這一組 是一樣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只要大家是往 就是這個永續發展 作為共同目標 對 我覺得你不需要 特別去說 就是他一定是做哪個題目 對對對 我知道你 對對對 那所以我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我覺得柏林 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他們在urban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走得非常遠 對 對 甚至剛剛那個 10號到12號那個 其實也是urban的話 對對對 怎麼要跟urban的結合 沒錯沒錯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說 你跟市集的單位 來合作 會比較好 就是說 當然有很多都市 像台北有他的智慧城市辦公室 對 最近的 對 最近弄這個 這幾天 對他就是有很多市長級的 這個visit 對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去把 好比雙國零的歷史記憶 去跟台北的 新北的 桃園的 台南的 高雄的 我覺得這樣他比較on topic 因為當我們去做台灣的的時候 對 就像你說他其實有些精神分裂成分 你很難一個program去包山包 那主要他們 但是他們這個 德國這個單位 其實他們還是請教民間 當然 當然 他就算他的co-housing 都是公民制度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就是民間的這種 城市發展力量最強的地方 對 去進行對接 去進行對接 提到一個重點 國運就這兩次贏過其他地方 沒錯 就是說這樣才有特色 對 不然為什麼不去倫敦 或者去西部 對 那是另外沒錯 對不對 你可能有些金融fintech 對 但是他的確是這一塊 對 那所以說像在台灣 他的counterpart 那可能就是可能像Ours 或者之類的 或者是這些組織 對 或者是這些組織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說 第一個是說 是往municipality 往我們這邊的市集單位 市集 市集 就是可能六都 或者是一些 就是正在往六都方向發展的 他們也想要重新檢視他們的地方的 人跟城市跟社區的關係 的這些地方 那然後可能是跟他們的 這種中介者組織單位 就是像Ours這樣子的單位 去進行合作 我覺得這是最順的 那反而是如果你是從新創的角度來的話 對 因為新創大家在找的其實說真的 大部分都是出海口 也就是他的supply chain 對 那他比較即使是社會企業 他找的也是可能是social financing impact investment 那這個的話柏林並不特別突出 並不特別突出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就是你要往這個urban planning 尤其是participatory urban planning 它才會那個branding才會出來 對 那現在還有另外一塊就是 來接觸我的 有些像前一陣子兩個禮拜前 我就到華德湖學校去演講 是 華德湖 對 對 這塊 如果教育成為一個新創企業 或一個社會創新的可能性 我覺得這可以 不過柏林的話 或是其他地方 其實我不一定要跟柏林 其實我最近接下單位 有一個在慕尼黑 還有在漢堡 OK 對 因為Wildolf Steiner 他是全部都有 漢堡啊 什麼這些都有很大的 對 台灣也好幾個分處 對 對 不過我覺得華德湖 他們的國際聯繫已經很好了 對 好像不需要特別做什麼 對 也不是 我意思就是說就是教育的這一塊 有沒有什麼在 就是說我們對台灣的新創產 或在企業界 可以在教育上面 可以 以教育做一個創新 這就要看你的資本額多大 資本額最大的 你可以去辦實驗大學 我們現在實驗教育法 連實驗大學都可以辦 對 他是完全不用去管布 布定的那一套 是 那但是目前還沒有人真的 湊出那個資本來 有實驗大學的可能 有很多人在想 好 像基典大學那樣嗎 Singura有什麼 之類的 或者是像42那個學校 就是4580那樣 之類的 現在其實有非常多人 正在想這件事 對 那因為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們12年國教新課 剛剛roll out之後 其實本來高中就有選修 就有校定必修 就有校定的特色課程 加師加廣 所以以前比較是補習班 第八節課 社團的 這些現在都可以直接進入學校的 特色的系統 對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微創性 就是micro innovation 其實非常容易 那所以這個是體制內 但是你去做教材教法教案的 這些創新 那這個學校資本就很小 這是一頭 那中間就是可能是 比較低年級的 可能一直到中學的實驗教育 那這個部分就好像是像 台北市這個 不是有什麼影視音學校嗎 或什麼之類的 對 上面那個 公館那邊那個 對 那所以就是說 就是他們那個藝術村 對 對 那但是這個 保障岩 那這個的好處是說 因為他人數少 而且又是在比較低的學齡階段 對 一般來講家長對他的期待沒有高到說 好像你非成功不可 對 對 所以這個資本又就是沒有那麼高 但是總比教材教案要稍微貴一點 對 那在這邊就是full fledged的社區大學 跟接下來的實驗大學 對 那社區大學跟實驗大學 當然你不只是要出錢 而且要出人 對 那所以就是說現在這一整套 它不像以前常常體制外的 對 我們已經體制裡全部都可以容納 對 現在只是說你團糾多大的這個差別 對 那我覺得這個當然是很值得做 你在任何一個角度 能夠去讓學生更認同 永續而且在地的價值 那現在整個教育體系就是在幫你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有商機的 很有商機的 現在只是說你要從什麼角度切 然後你第一個找到的合作對象 是在地的某個學校的課發會呢 或者是在地某個社大呢 或者是在地的某一些家長自學團體 然後願意去用你的空間 來當作他們教學的一部分呢 那就是說親師生的不同的 alignment 會決定你怎麼長 但是現在每一個都是合法的 而且都是被鼓勵的 對 就是說其實我們的法治上面 法治上都已經鬆綁了 所以其實大家自己要去抓住這個機會趕快 對 那再來就是講French10 French10 甚至它根本就是政府已經 那個French那邊都在駐守到台灣的公布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反過來 以台灣的公布分析 是不是同樣反過來在亞洲 我們亞系就是做這個 亞系 亞系就是亞洲聯繫系股 亞洲聯繫系股 對 As Vida就是做這個 對 然後當然科技表有Leap這些計畫 反正如果有空的話 其實像他們在小巨帶的那個 我知道 其實是雙向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多了解 對 我們是有這樣子的計畫 就是把人帶出去 其實還是以矽谷為主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產業力 很自然地跟矽谷是不符的 對 對 那我們如果要去巴黎也好 或者是去柏林也好 你就是要找到一些吸引力 比矽谷大的一些子題目 才能夠帶人去 了解 OK 所以教育方面也許 教育啊 社會創新 EdTech很可能是一個 對 Educ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Technology OK 或是Urban 剛剛那時候 Urban Co-Housing 對 Maybe Anti-aging 也許 Anti-aging 那是Global Appeal 那就其實是Global Appeal 對 但是因為他們的住宅想像 跟他們的一些文化的 我覺得文化 用文化來做這個 身心靈照護這一塊 不就歐洲市場 那當然 那這一塊 其實也一定會可以 提供 不過我們這邊也有很多的 Vendor是說 他們不是去介入那一種 Co-Housing 或者是勒林 而說裡面需要的一些關鍵技術 包括比如說 你怎麼透過電視去讓他們 把房間縫在一起啊 或者是一些 Smart Assistant 或者一些這些 Home Automation 它等於是說 Spec還是歐洲人開 但是我們去 Feed進它的Ecosystem 對 那這個台灣非常多人在做 你覺得現在已經開始 我們的IT產業 這個早就 都一直在走進他們裡面 包括服劇 對 包括服劇 包含TV機上盒 包含什麼 你想得到的啦 其實已經從這個方式 已經進入他們裡面 對都有切入了 那這就是從硬體去切 那服務設計還是 讓我所有人來設計 喔 服務設計這一塊 OK 那所以其實已經不用再聽他們 特別的accelerate 就是說他們其實已經 Nature 它其實Nature已經知道說 已經長得不錯了 有這樣一個商機 有這樣一個商機 然後它用他們自己的方式 做了連結 沒錯 沒錯 反而是我們自己這邊的 怎麼樣子去做一個 供勞的想像 這個Social Work 這是你不能靠我們的IT公司做的 對 這個反而是我們需要 像你這樣參訪啊 這樣子去喚起大家的想像力 對 就是我們把Social Design的那個 帶回來 那台灣的硬體過去的時候 透過歐洲人 跟他合作的Social Design 讓他產品更加有溫度 讓他可以進入 那我們這邊設計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找Logo Vendor 我們不講外球嘛 OK 大概是這樣 好 大概就是 大概就這幾個主題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富美還有什麼東西 我沒有提到的 今天非常精彩 很多的訊息 我想實際上 我們討論之後 再跟政策報告 我們就保持聯絡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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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 拜拜 好 所以我先